穿着全身黑运动服的男子被远景商号逮捕 为了抓他警方可是花了4个月时间调阅监视器 跟监追查才成功逮到他 而他竟然是一名逃亡8年的通气犯 而且就在高市井实施全市威力扫荡专案的第二天 今年24岁的阳性通气犯 绰号岩仔是知名的角头 用枪置重多年有多项前科 逃亡8年期间他还高调 开着价值一千两百万的蓝宝坚尼跑路 昨日分局接获匿名举报展开布线 19号跟林雅分局一同收网 才终于终结了通气犯的亡命生涯 接获匿名检举人提供勤资 表示有一名男子涌枪自重且通气多年 分局经历史数月调阅监视器跟监追查 确认该男子真实身份后 所以被券向高雄递捡 递院申请搜索票 成功抓到台湾八年通气犯 警方还搜出一把制式手枪 两个弹杂还有32发子弹 现在要追查强制来源 积极扫荡不法分子 TBS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